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女原始人背到她所住的山洞里 这就是入洞房的原来 通过这个故事回过头来看 再看结婚的婚子 简直太形象了 就是一个女的被打婚了 只要学历不低于小学一年级的人 就应该都会被禁夜思这首诗啊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死故乡 翻译过来 是不是说 作者晚上睡觉没有关窗户 月亮照射到地上 地上还结了一层霜 她抬头看了看月亮 低头看到自己面前的土地 就联想到了自己家乡的故土 是这样吗 不是哦 你以为床是指睡觉的那个地方吗 不是的 古时候床是指井水边的围栏 而不是指睡觉的卧榻 在古代人们离开家乡到外地 经常称为背井离乡 有把井水处称为故乡的意思 这个比喻自古就有 静夜思这首诗所描述的场景 大体就是坐着在秋季夜晚 站在井边赏月 低头看到水井 而产生了思乡之情 现在血压剂不仅是医生用的体检工具 而且还是我们生活中常用到的保健产品 随着手机上已经有了测量血压的功能 血压剂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了 可说起血压剂的起源 真的令人血脉纷张 对了 这里也是一个知识点哦 经常有人把血脉纷张 说成血脉喷张 这是不对的 根本没有后面的那种读法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去查字典哦 说回来 温州的科学家威廉哈维最早提出血压存在的理论主张 在那之后 英国的生理学家黑尔斯开始去用实践来证实这一理论 他在马的动脉中插入了一根铜管 另一端又连接了一根长长的玻璃管 随后马的动脉血冲进了玻璃管 形成了高达2.5米的血柱 并随着马心脏的活动上下跳 从而向世人证明了血压的存在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有请 forgive 逗兰ARD 然后传ож外跚的绅善 不知 为何有浪也有热 天地之间多数生命留刺破 当天之间谁能耍得米可落 旋径流天 Instagram internet 推身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